调查显示呢,中子生在考欧水准的时候,最让他们感到压力的是家长 是的,家长的过度关心让学生们喘不过气来 反过来,最能够帮助他们减轻会考压力的是学校的老师 支援团体学生辅导会的调查显示 大多数的欧水中考生认为,父母亲的过度关切只能让他们倍感压力 而老师和学校对他们的心理建设帮助最大 老师们,他们都非常关心我们 而且,好像如果看看我今天上课是比较好像憔悴了一点 我老师也会问问,怎么昨天没睡好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些小小的关心都对我们的深境发展等等都起了蛮大的启发心 调查也显示,考生最担忧的科目是英文 其次是数学和科学 而如何面对考试压力 欧水准考生和N水准考生各有不同的方法 大多数欧水准考生选择集中精神,不让注意力分散 N水准考生则会去看一场电影,暂时把考试忘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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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